今天我们两家带来一部1980年的恐怖电影《闪灵》 杰克因为工作失利来到一个酒店应聘冬季看守者 酒店管理者告诉他因为冬天大雪分散 他需要被封闭在这里住五个月看护酒店 上一个看护者就是因为在这里待太久 出现精神问题杀死了齐尔 杰克表示并不在意自己的家人也会喜欢这里 镜头转到杰克家里 弟子儿儿子丹尼正在吃饭 丹尼喜欢和自己的左手十指交流 他预感到酒店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就跟父母说不要去 可是父母哪会在意他的意见 就这样一家三口到酒店住下了 来到酒店丹尼认识了一个黑人厨师 厨师告诉他他们都拥有一个叫闪灵的超能力 也就是可以预知未来的神奇能力 丹尼的左手十指就是代表 厨师警告丹尼一定不要去二三七房间 刚开始一个月大家都生活得挺愉快 丹尼每天骑着自己的小车车行驶在酒店里 一天杰克路过二三七房间想去看看 可是门被锁着打不开 过了一会儿丹尼看到自己面前出现了一对姐妹花一闪而过 杰克因为找不到灵感写术脾气越来越差 妻子不但不理解还打击他 这让他非常压抑 第二天丹尼骑身又看到了那对姐妹花 还看到了他们惨死的景象立马掉头 这时他发现二三七的房门被打开了 好奇的走了进去 杰克的状态越来越差 出现幻觉 甚至作梦闷到自己杀死了奇儿 妻子过来安慰他 并把他说的话记在了心里 丹尼因为进二三七房间脖的受伤 妻子二话不说抱起儿子就开始责怪杰克 觉得是杰克打的 杰克表示很无奈 自己以前因为喝醉酒 是无意中伤害过儿子 可是现在酒已经戒了 再也没有过这种事了 为什么妻子永远不相信自己呢 心情郁闷的杰克去把台找酒保聊天 妻子找过来时酒保就消失了 妻子告诉杰克自己误会了他 丹尼是被二三七房间的一个女的咬的 希望杰克去查看一下那个房间 杰克本来不想去 但听说是女人还是去了 进了房间 杰克看到浴缸里一个浑身裸露的美女站了起来 杰克上去就是一个门亲 亲着亲着杰克睁眼发现 美女变成了一个面目猙獰的酬劳太婆 下来她转身就跑 回到房间后 杰克跟妻子说 那个房间什么也没有 妻子执意要离开酒店 两人大丑一架后 杰克摔门就走 杰克来到大厅 发现这里在开派对 派对上杰克撞见了杀死妻儿的人 那个人不断怂恿杰克也这么做 爆发到杰克 同意了这个建议 妻子翻看杰克的小说 发现他的小说里全是同样一句话 此时杰克站在他身后 希望一起除掉儿子 妻子十分害怕 拿起棍子就是一顿乱锤 还把杰克关进了储物间 正准备开车淘宝时 发现车已经被杰克弄坏了 无线电也是 彻底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络 储物收到了丹尼的感应 联系不上他们 知道有危险急忙赶过来 晚上丹尼察觉到危险 把妈妈弄醒 杰克不知道怎么 从储物间出来 拿斧头披他们的门 妻子带着丹尼躲进卫生间 丹尼身体想 从卫生间窗户爬了出去 现好厨师及时赶到了 然而杰克一斧头就赶掉了他 丹尼跑进了酒店门口的迷宫里 用脚印甩掉了杰克 成功跑了出来 妻子抱着杰克 开着厨师开来的车逃走了 第二天杰克就冻死了 最后一幕 酒店的照片墙上 多了一张合照 最中间的就是 杰克正露出诡异的微笑 小杰克正露出诡异的微笑